今天我們就來統整一下QPOWALERTS喔 今天最重要的新聞 還有網友最關注的新聞有哪一些呢 我們的21知識線特別單元 第一個跟第二個 統統都跟韓國瑜有關 最近是王浩宇對上了韓國瑜 而且拼命的爆料 他甚至也拿到了照片 裡面就是韓國瑜跟了一堆大陸人 然後說要來推廣農產品 但是其實這個王浩宇就爆料說 其實所謂的推廣農產品 根本就是對岸的一個統戰的策略 而且明明白白就擺在那邊 也跟你講得很明確 當時還找上了鄭文燦 但是鄭文燦拒絕被統戰 所以呢鄭文燦拒絕了這一項行程 不過韓國瑜倒是很開心喔 而且呢其實呢 這個王浩宇他的爆料 還有包括了這個韓國瑜 到底喝了多少酒又喝醉了幾天 那到底有沒有誤正事 或者說他的正事是喝酒 還是在做事 最近呢都是網路上 討論的很大的話題喔 那第一名第二名的 不知道聊天室 大家有沒有跟上呢 你要怎麼想的 在接下來一樣也是政治消息 王金平說他要來選囉 而且呢他說就給他四年 就給他四年他就會做好 而且發表了一篇長文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接著呢 不過呢再怎麼樣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中共對我們的文攻武嚇 持續 而且包括了可能飛彈 也還是持續的對準台灣 這個是一個既定的事實 那現在要如何來增強我們的國力 增強我們的國防 反制現在常常發生的共機繞島事件 現在呢據傳已經 蔡英文批准了跟美國買66架的F16V戰機 雖然有可能會耗費3900億台幣 包括了人員許願跟相關 不過對於我國的極戰力跟空戰力 這個真的是很大的一個提升 但是呢現在啊 很多人就說啊 回歸到了現實生活 怎麼會沒有好好保護 到底又是哪一些 莫名其妙的詩格旅人呢 名池是一個非常非常秀麗 非常漂亮的地方 但現在呢 珍貴的千年陵墓 竟然遭到了浩劫 大家趕快去上搜搜看 然後看看我們能夠幫什麼忙 不過呢我們Special 幫大家選出來的 就是跟酒駕有關係了 無價 酒照 又累犯 結果呢這個酒駕導致了兄妹被撞 現在呢這老母親啊 很沮喪 很傷心 痛不欲生 不過呢現在是不是 也引發了大家再度對於酒駕的 所謂的關注的提升 我們也希望用輿論的力量 能夠讓這個酒駕的修法 能夠趕快的有一個眉目啊